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DB或者WSA 甚至可以自定义更多的鼠标右键菜单 当鼠标右键点击一个固定类型的文件时 比如安卓的APK文件 除了上述的那些功能之外 还可以一键通过ADB进行安装 省去了键入代码的过程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需求 那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访问软件的主页 链接已经放到视频简介区 如果手动输入一定要注意大小写 向下滑动鼠标 软件一共有三种安装方式 可以通过Windows Store进行安装 但是如果通过Windows Store安装 该软件是收费的 需要支付0.99美元 所以要使用另外的免费安装方式 点击GitHub Release 向下滑动鼠标 找到这个版本 解压缩 解压缩 文件夹中有一个证书文件 需要先安装这个文件 否则如果直接安装会报错 直接安装会显示这样一个错误 首先安装证书文件 双击证书文件 点击打开按钮 点击安装证书按钮 选择本地计算机 点击下一步按钮 选择下面的选项 点击浏览 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 点击确定按钮 点击下一步按钮 点击完成按钮 现在运行安装包 点击安装按钮 安装完成之后 默认是英文界面 下载简体中文安装包 返回软件的GitHub主界面 向下滑动鼠标 找到guys 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Languages 滑动到页面底部 点击下载CHCN 返回到软件主界面 点击左下角的齿轮图标 点击Languages选项 最后的打开文件夹 将下载的语言包 拖动到该文件夹 点击刷新按钮 点击这个下拉框 选拖简体中文 关闭并重新打开软件 现在软件已经变更为简体中文 如果要为鼠标右键菜单 添加新选项 只需要点击添加按钮 标题就是显示在鼠标右键菜单的名称 顺序根据于自己的需要进行填写 程序可以选择已经安装的软件 参数选项比较复杂 但是通常都可以直接忽略 下面的图标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 所有选项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下面的保存按钮 因为我的电脑是全新安装的操作系统 电脑上没有第三方软件 所以这里就先不保存 但是可以去软件的GitHub主界面下载模板配置文件 返回GitHub页面 找到Samples 点击下面的链接 这里有其他用户配置好的一些模板 点击任意一个模板进行下载 比如第一个 通过鼠标右键查看任意文件的MD5值 返回软件主界面 点击这个文件夹图标 这个文件夹是Customer Context Menu的配置文件目录 将下载的配置模板拖动到该文件夹 重新启动Customer Context Menu 现在就可以看到刚刚导入的配置文件了 在桌面上点击鼠标右键试试 鼠标右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是因为这个插件是要针对文件的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或者找到一个任意文件 在刚刚新建的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现在就可以看到刚刚导入的模板了 有一些朋友不习惯使用英文菜单 这个菜单是可以通过Customer Context Menu的主界面进行更改的 返回软件主界面 找到刚刚的配置模板 将标题更改为自己喜欢的文本 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 再次在刚刚新建的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现在已经变更为更改过的标题 再来导入一个其他模板 在刚刚新建的文件上点击鼠标 重新启动Customer Context Menu 将配置模板更改为自己喜欢的标题 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 在新建的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将鼠标移动到OpenWave 即可看到刚刚添加的新选项 这里要注意 现在这个选项并没有任何效果 如果要是这个选项生效 需要安装Versus Code软件 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图标也会发生变化 请注意安装的软件是不是在该目录 如果安装在其他目录 请在程序选项中进行更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